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介绍关于中国大连金石滩 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是199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市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政规划总面积125.5平方公里 其中陆地面积74.1平方公里,海域面积51.4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35公里,常住人口6.5万人 具有神力雕塑公园之称,有神室乐园之域,是我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这里浓缩了距今6亿至3亿年间的弟子奇观 形成了被称为东方神力雕塑的海石岸,海石洞,海石柱等奇观 寒玫瑰园,龙宫,南秀苑,敖滩四大景区,大鹏展翅,恐龙吞海等把鱼处景点 气势恢弘,栩栩如生 专家们称之为尼固了的动物世界 2016年1月,国家旅游局和环保部已印定辽宁省大连金滩旅游景区 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玫瑰园和盆景远景区位于金斯滩度假区内 由川派、海派、浙派原理艺术精华于一体 其中藻类植物,画质群形若玫瑰色彩遥遥 被称为玫瑰园,怀有再现生命起源 净化和社会文明史上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访同壁画 恐龙碳海 恐龙碳海在大连金斯滩有这样一处景点 验证到海里的一块石头 形成了恐龙碳海的天然奇观 旁边的海边也是奇石灵巡 令人惊叹大自然的神奇 照恐龙碳海在地质学上称海石贡桥 又称海石群 是基岩海岸的一种典型海石地貌形态 强烈的风化作用 海石作用使这处 海石供桥更像一只细水的恐龙 以恐龙碳海景观为名 恐龙静下的长潮时可以行舟 称为恐龙碳海 落潮时可以漫步 又称恐龙通海 九龙壁画的传说 金石滩高尔夫俱乐部 位于大连市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内 球场距离辽东半岛的交通主脉 在省大高速公路30公里 距大连市中心与国际机场50公里 从荆州区乘车只需20分钟 从市中心来球场只需40分钟 这里三面淮海一面一山 岸金幽绿 龟列其实是国内海建的海边球场 现成是鲜养在北方明珠上的一颗绿宝石 金石滩是中国独一无二的 世界极其罕见的 地球不能再生的神力雕缩公园 金石高尔夫俱乐部就是这个神奇公园了 绿色中心球道中边海岸线上 怪石林立 诞生于6至9亿年前 尘弹记 寒武记的地质地貌 神奇岩石 古生物化石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雕熬的千枝百态神奇魁力 形成科学与艺术的长廊 世界地质学界称之为海上石林 天然地质陈列馆 金石滩狩猎国际俱乐部 坐落于度假区西部半岛 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 狩猎、参与、娱乐、休闲功能等为一体 有按国际标准设计的飞碟设计场、活动拔场、小口径设计场、工奴发射场、游异机关气泡设计场和模拟战场气氛设计的彩蛋、对抗设计场等 自然和野性的风格充分展示着回归自然的狩猎文化及温常其中的人类进取精神 依三而就的木质结构、综合服务楼、造型别致 风水极佳是俱乐部永诗情话语于自然风情建筑风格的代表 其中陈列的骨枪、军刀及栩栩如生的动物植物标本 中华武馆 中华武馆创办于2001年9月是国家旅游度假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占地面积6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祖赛馆建筑面积4385平方米 采用中国古典式建筑风格 红柱、青瓦、飞檐、雕梁、威檐气派、气势、灰红 七组赛馆是亚洲之罪 国内珍藏着青龙岩月刀的为正馆之宝 2010年8月24日 大连市金石滩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在大连笼重签约 大连万达集团、中国泛海集团、联想集团、大连一方集团 四家中国顶级民营企业共同投资300亿元 在大连金石滩开发建设项目 距世界一流水平的文化旅游度假区 这是中国至今为止投资额最大 内容最丰富 党次最高的文化旅游投资项目 占地约9平方公里 总投资500亿元 其中项目为影视产业园、主题公园、大连秀剧院、度假区、酒店、 滨海高福、商业中心、医院、学校配套居住区等其大功能区 无论总体规划还是单项设计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谢谢大家支持关注我的频道 有喜欢的朋友们 请可以订阅、转发、开启小铃铛 再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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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恩